到重點了 宇軒帶我們來看到 到昨天在黃國昌的直播記者會 還在講 世人不明 千錯萬錯 都是會計師的錯 都是別人的錯 可是 剛剛韋翰說的 北姐已經開始查 已經在查了 你怎麼看 揮修勾聊 所以我延續韋翰哥的講法 那我現在只有一個認定 所以代表你台北市長兩次選舉 你也是這樣搞的 合理的懷疑 不是啊 你不是這個意思嗎 你是說我是第一次選總統 我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那你以前也不會搞清楚 那你一次選了兩次 也兩次這樣申報 所以那照你這個邏輯 檢調應該去查說 你前兩次台北市長選舉 是不是也這樣稀嚕呼嚕呼嚕過去了 但我坦白講 我覺得我昨天看到這個場面 我覺得很荒唐 你知道嗎 你看黃國昌坐在旁邊 你知道為什麼他要找黃國昌直播嗎 對 就像個 為什麼啊 柯文哲不是流量天王嗎 他自己直播不就好了嗎 對 他找一個黃國昌在旁邊 黃國昌有講話嗎 黃國昌能講話嗎 黃國昌能說什麼 他說我相信我們主席的清白 我相信我們主席不會貪污 好他就這兩句跳針 他只能講這個嘛 那理由很簡單啊 因為柯文哲已經沒有流量了 再來第二件事情啊 黃國昌也有流量嘛 對不對 但黃國昌最重要的不是流量 他是民眾黨現在碩國僅存裡面 跟這件事情沒有扯上邊的 對 民眾黨因為這件事快團滅了 他是唯一不會出事的嘛 是 其他人一個一個都會倒嘛 我就問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啊 你們今天一直扯端木證對不對 端木證負責的工作叫什麼 叫簽證 簽證 俊翔哥 他是把所有資料都統整 比如說我的繳費單 對 比如說呢 我的匯款記錄 比如說我的收據 我的發票 我把這些整理完之後 丟到會計師入所 會計師由記帳師按日期去分 每個禮拜接收 最後沉到了會計師面前 打打 印章簽證 對 他就只做這件事情而已啊 那請問一下 那有沒有前段的部分 有欸 前段是誰簽字的 黃珊珊簽字的 前段有誰 陳志然也看過 柯文哲也看過 周瑜修你也看過 你可以說你什麼都不知道 我剛才點了這些人 每個都約談就好了 每個都壓一壓 就像高文安翻版 文貴講這就是高文安翻版 沒有人會信免的嘛 全部人都拖進去 那我請問一下民眾 還剩下誰 就剩下一個黃國昌而已啊 那在我講第二件事情 他現在全部都怪會計師對不對 那他說 欸不是啊 我們沒有提供給他這些資料 是他自己呢 在最後尾段的時候呢 呼哩哩呼嚕的 把這個東西給灌到這個資料裡面了 那全國反規一個問題喔 今天我是會計師對不對 所以照這個說法 他們短差了 有兩千萬的發票 是 沒有給他 對 那我問一件事 那你民眾往為什麼不給他 你沒有往第一時間 為什麼沒有給他 那兩千萬到哪去了 對啊 那個發票你到底丟到哪裡嘛 為什麼 剛好丟的都是大象 因為發票很多啊 你計程車也可能丟嘛 你餐飲費也有可能丟啊 那好奇怪喔 好巧合喔 剛好都這幾百萬幾百萬發票 四十一萬一雄的 全部都弄丟了 欸怎麼那麼巧合的事情啊 那再來 如果你今天會計師沒有發票給我 你知道他要幹嘛嗎 退回去嘛 欸兄弟啊 你金流不補喔 那這會計師幹嘛 他說欸他很多事 明明呢沒有給他發票 沒有給他發票之後 他這大分 我還幫你填 欸我要坐牢的 我甘於冒著坐牢的風險 我跟你講 我跟貴保證好不好 百分之一百 全台灣沒有會計師會幹這種事情啊 所以現在上演的大戲叫什麼 反目成仇嘛 那爆點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木可公司被查開始啊 木可公司出來 你仔細最後補充一點 你看一下檢調偵辦的進度 檢調所有的幾項 第一個 柯文哲的政治獻金 其中木可回流的代表 檢調早已經在盯木可 早已經在盯政治獻金 為什麼 原本他們報了170萬 但明明給的不只170萬 還有陳佩琪的咖啡廳 有人頭的疑慮 甚至有貪污治罪的疑慮 還有木可公司的授權金 當中這1300萬有鬼 所以你聽懂我在想什麼嗎 你們現在還忙著內訌 忙著的狗咬狗 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時候 不好意思 檢調已經瀕臨成下 而且已經要贏檢調入宮 柯文哲近半陷入了做假帳的爭議 今天我們兵分五路要告訴你 昨天開完那場記者會下午的直播 說了很多有更多沒講 導播我們看這張圖 今天這個就是所有假帳爭議的人物關係圖 你會看到兵分好幾路 柯文哲是風暴的核心 黃珊珊在這個地方傳出了跳船 想要跳船 然後今天火在燒的就是會計師端木正跟柯文哲近半之間 另外還有一個核心中的核心就是李氏兄妹 好今天我們就兵分這幾路一個一個抽絲剝繭 我們先請秀玲來帶我們看到今天在直播的現場 柯文哲講出哎 是人不明 他到底對誰是人不明 對黃珊珊嗎 對李氏兄妹嗎 還是對這個端木正 尤其是端木正 我這樣培養你看到你會計師的背景 還怕你排入不分區二十二名 我對你有不好嗎 你現在仗給我做成這樣子 對不起 通通道給你 千錯萬錯 都是端木正的錯 你怎麼看 我覺得柯文哲這個時候感嘆他世人不明 我覺得很多小草才要感嘆世人不明 去挺了柯文哲 表面上看柯文哲在昨天跟黃國昌的直播當中 世人不明 因為都在罵端木正嘛 因為整個記者會都在罵端木正 你亂做帳 做假帳 然後這個帳不平自己亂分配 都在罵端木正 所以表面上看這個世人不明講的是端木正 我就是所託非人啊 我以為你是專業的會計師 其實他不是把端木正當成專業的會計師 在運用 不是講使用 他基本上端木正就已經是我黨部的內部人了 我就是一個有黨工身份的會計師 端木正如果是一個外部的會計師 如果他的身份是很單純的會計師的話 他不會去幫你做這些財務人員該做的事 你的財務長才是最關鍵的人物 這些工作 你二十萬筆 以及呢這個九千萬筆的支出 理論上要負責處理的是這個財務長李文宗 你填的妥妥貼貼的 妥妥切切的 把這麼厚的這個所謂的帳目挪到 會計師他才在後端積合 他哪裡需要幫你填啊 所以現在最有可能的就是李文宗 講出了一個金句 就是說呢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 我完全不知情 這兩句話是非常的矛盾的 因為這就是你負責的工作啊 今天這個報障錯誤 是你財務長要負責的工作 所以你是必須要很負責任的 那你該負的責任你不負 告訴大家說我很負責任的知道 我完全不知情 那你沒做好你的工作 好 那我就問你 如果從一個正常的理解的邏輯 你要知道哦 端穆正他是一個合格證照的會計師 他要依照會計師法 去依法行事的 他有可能乾冒毀掉會計師前途 犯下這麼低級的錯誤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在牽涉 其實端穆正非常了解 政治獻金法的申報是怎麼回事 我們過去監察院針對政治獻金申報不實 基本上沒有人在查支出的 你看到那個不管是這個 羅志強的幾百塊政治獻金被追 就是說你這個是非法政治獻金 這個人的身份不能捐 收了不該收的錢 所以監察院基本上只管 收了不該收的錢 他基本上不管你用不該用的錢 端穆正一定知道 所以既然你不會去查我的支出單據 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在裡面動個手腳 所謂的便宜形勢 理論上不會有問題 而且監察院是接受補證的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有人跳出來說 這筆不對 有問題 那我只要補證就好了 補證就沒問題了 端穆正是知道 所以對他的會計師資格 以及相關的會計法令 是不會影響的 所以陳志然才會說 你這個叫做錯事害死人 你做的這個錯事 對你自己可能沒影響 因為你的會計師的執照 不會因為這個發生問題 我只要補就好啦 因為我沒有做假發票 重點是他沒做假發票 如果他今天做了假發票的話 他會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但他沒做假發票 他只是在登錄的表格上面 給他加500萬 那其實監察院是不會去查 憑證以及這個支出 中間是不是符合的 好 那我問你 今天要傳出一個 非常震撼的一個內幕 但是究竟真相是什麼 說 昨天下午2點那場記者會之前 民眾黨跟這個會計師敲幾包 敲不好歉 拜託你來為黨稍微犧牲一下 有錄影 有錄音 我就說是不是搞壞了 敲不好歉 跳花瓶 才會變成你再亂講話 我要告訴你端木生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倒不是民眾黨的記者會 要端木正出席 民眾黨的記者會 從頭到尾都不要端木正來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記者會 就是要告訴大家 所有做錯事的人 只有一個是端木正 那有沒有含李文宗 我不知道 因為理論上就是 財務會計兩個人是綁在一起的 那今天不可能 你只要用我很負責任的說 我完全不知情就切割了 你完全不知情 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我不曉得柯文哲是不是知情 但是我覺得李文宗不知情 是非常非常離譜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 民眾黨的陳志涵已經說了 本來就沒有要讓端木正來 因為我們就是要把事情講清楚 現在有問題的就是端木正 他當然沒有講李文宗 因為李文宗是總部的這個一環 但是你看跳出來痛批端木正的 沒有李文宗 假設這件事情 李文宗真的是完全不知情的話 他也要跟著下來罵啊 他心虛了吧 陳志涵罵了 黃珊珊罵了 可是這個核心關鍵人物 最該跳下來罵的是李文宗 沒錯啊 我把事情拜託你做 結果你給我做成這樣 害我的老闆把我害死了 他都沒聲音 你不覺得這個很奇怪嗎 對這就是第一個非常怪的地方 那陳志涵說當然不要讓端木正來啊 否則端木正在現場跟你 你來我往大家這個互相交通 他又說他很合法 那這個記者會的焦點就模糊了 我們就沒有辦法把責任 完全放在端木正的這個身上了 所以他把這個端木正 把這個端木正看起來 跟台灣國來鬧場的是一樣的 如果現場叫端木正出現的話 那就是第二個台灣國來了 好觀眾朋友 現在在我們視訊的現場是前民眾黨文宣部主任 柯玉安 小劉在這個地方 小劉剛才我們聽到了 秀玲說 今天要不是你財務長在背後首肯的話 怎麼可能端木正這個會計師 會犯下這麼低級的錯誤 你的對端木正的理解 他是什麼樣的為人 他的形勢風格是這樣 他是這麼輕率會犯下低級錯誤的人嗎 端木正會願意冒著所謂的會被這個判刑收押的風險 去做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點低估了會計師 一個職業會計師的一個智商 所以我才覺得認為是說今天民眾黨要把所有責任通通推給端木正 這是非常違反常理的做法 就算端木正有疏失 那為什麼會這麼巧把這些多餘的賬款 通銷到所謂的民眾黨這些友好的廠商 包含剛剛講到的這個尼奧 包含這個時樂 這兩家大家都知道都是跟所謂的總幹事這邊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那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就算不是所謂的這個 他們內部有人直接下指示 那我認為至少絕對也不會是端木正一人所為 如果要是一般人的經驗法則 第一時間絕對不會是說我就是取巧把這個數字 隨便找一家廠商去做沖銷 第一時間一定是先打電話 去問相關的人士 就算不是問最高層 就算不是問柯文哲 就算不是問黃珊珊 也至少會去問李文中應該怎麼做 所以我認為這整件事情 李文中不能一句說 我很老實的跟大家講 我什麼都不知道 用這句話去帶過 我覺得這是非常沒有責任感的一個 就是表態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跟李文中是脫不了關係 李文中應該要出來講清楚 他當時到底是怎麼跟端木先生 跟端木正這邊 去做溝通 針對這些可能比較不明確的這些賬款 到底為什麼這900萬到底跑到哪邊去 到今天為止民眾黨也沒給大家一個交代 900萬就這樣憑空消失在地球上 好謝謝小牛 所以回到這張圖 今天端木正提出了 捍衛他說希望司法還給會計師清白喔 他不怕用司法來戰 現在該出來的會是他李文中 聽到這個地方我們再來要看到是這一脈 這一脈看誰呢 看黃珊珊 為什麼 因為會爆出這個東西 就是這兩家公司 尼奧跟時樂 他們說 我根本沒有拿你這麼多錢 你怎麼要我吞呢 但是在破口 這兩家負責人 戴麗玲是誰 她是黃珊珊的閨蜜 所以 惠珊你怎麼來解讀 這兩天 越來越高張的判斷說 黃珊珊的所作所為 根本都在為了切割 為了跳船 在做準備呢 是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我跟你講這台面上每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感覺上好像到底有一點 疊對疊的感覺 光是以柯文哲昨天他在 黃國昌的直播裡面 他講了一句 這一切事情就是 世人不明 那我們一般人會講說 他所謂的世人不明 應該是講端木正 因為好像感覺上現在 要對端木正這邊提告 但是 不對 好像不只是端木正 為什麼 黃珊珊這個角色 就有點有趣 因為他是競選總幹事 那他現在也是自情處分 那這個自情處分 很多人會認為說 你是自情處分 還是你是被處分 還是中間有什麼樣的淵源 因為 所有事情 會修高料 一開始 是從哪裡 就是他所謂的 閨蜜的 尼奧跟 這個 史樂這家公司 第一時間點事實上 史樂跟尼奧 還沒有出來否認 後來是因為 我們的資深媒體 任俊哥 剛好認識他們 然後去跟他求證 然後他才說 怎麼有這件事情 然後才開始裁賬 整件事情才出來 可是大家又有一個講法 就是說 那這個史樂跟尼奧 跟黃珊珊 好像長期以來 關係都不錯 那今天 實際上 你是真的 之前不知道 還是你是知道了 後來整件事情 燒到你了 所以你必須要用這種方式 來自清 很多有人有這樣的一個疑問 那因為不管怎麼樣 現在他就直接說 沒有 我沒有收到 他一句沒有收到 那整件事情就說 一定有人造假 這個整個帳本 是有問題的 所以才會把整件事情 又燒到 淨總之 跟木可這家公司 那有趣的是 整件事情在燒的時候 8月10號 黃珊珊在這個 受訪的時候 就會出來 說很久沒有問到 柯主席了 這個帳戶上 發生很嚴重的問題 不應該發生 也很 抱歉 很多人都覺得說 他這個說很久沒有碰到 柯主席的這件事情 是不是好像有點把這事情 進行一個切割 第二件事情 不管怎麼樣 這把火是你所謂的閨蜜 這樣燒出來 所以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像那個 黃珊珊 是自己 有點想要跳船 所以就有這樣的一個傳聞 那不是 不只是說 黃珊珊 或者是你自己 這家公司 想要跳船 現在被人家發現 是吧 時間這家公司 也要跳船 為什麼說 時間啦 時間昨天不是已經 拆彈成功了嗎 因為昨天陳智函 他出來的解釋 我們就知道說 智函跟 時間這家公司 沒有什麼關係 那 不就翻頁了嗎 怎麼會翻頁 因為現在發現說 你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那為什麼 時間這家公司 你留的電話 打過去的竟然是 利安達 快信師事務所 你如果是一家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它是 空殼公司 而且這家公司 登記的時候 他們本來是要幹嘛 是要賣多肉植物 所以商標登記 叫拼肉肉 一家要賣植物的 結果現在變成 莫名其妙 來幫你弄 拍影音 然後 它是什麼 結果被人家發現 他竟然是 收了 柯PM競選總部 1000萬元 然後製作 14集的 柯P 國事會議 這影片 我問你 14集 所以一集的製作費 天啊 那要快要100萬 這個大概七八十萬 然後你七八十萬 你說你可以弄成一個 這個所謂點閱率 破百萬就算 沒有 最好點閱率是20萬 後來的點閱率 只有一萬兩萬 一萬兩萬 連我自己直播都有了 你給我 莫名其妙 所以剛剛導播給我們看到的 那個就是他 14支影片 從科辦 禁選報告是搬走了 快要1000萬的 這個所謂的預算 而且 是給這家 10間公司 就10間公司 只有14個站 然後最奇妙的是 他公司登記的 電話還是 會計師事務所 跟他沒有關係 今天會計師事務所 跳出來 他說我只幫他作帳 我沒有完全負責這些事 所以誰是 時間幕後的老闆 結果現在媒體報導 他說原來後面 操刀的 有可能是這個 悠悠卡公司的 以前悠悠卡公司的 董事長代季權 那這個代季權 我們大家最有名的 就是因為弄了一個 日本的AB女優 就是多多 也結衣的 這個什麼 這個悠悠卡 所以後來 因為而 這次的下台 沒有想到 本來以為 他自此推出政壇 沒有 沒有想到 人家說 2023年 去年10月 柯文哲 惡渡訪美的 這整件事情 其實 就是跟 這一個 代季權 在背後操刀 高潮跌起 我本來以為 唯一可以逃過去的 就是時間 這間公司 對 就爆了一個更大條的 如果他背後真的是 代季權 這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內幕 你如果不是 裡面自己人 誰把這個黑資料丟出來的 對 而且我跟你講 一件事情 這又扯到 為什麼人家說 可能跟黃珊珊 是不是也有故意 要跳船有關係 因為 就說去年10月的時候 柯文哲二度訪美 結果後來 黃珊珊等多的 核心人物 幕僚都說 不要去 其實你防免對你一點幫助都沒有 沒有想到 代季權 獨牌綜藝 還就講說 我跟你講 我幫你安排 去細谷 看什麼工資 看一些科技大廠 絕對可以幫你加分 你的民調可以突破三成 在這種情況之下 柯文哲就真的到了美國去 結果到了美國去之後 結果從頭到尾 人家只記得 在柯文哲的手機不借了 其他什麼事情都不記得 然後人家就說 隨行的幕僚人員 就從了那個 黃珊珊變成了代季權 換句話說代季權 已經跟那個 柯文哲越來越近 那整個過程之間 好像黃珊珊的距離 就越來越遠 也因此 被人家認為說 整體事件 因為燒到了 黃珊珊閨蜜的辦公室 她的閨蜜的公司 所以還必須要切割自保 切割自保的情況之下 就把這個 反燒到競選總部 今天我們要追的 也是最核心的核心 就是 在整個風暴當中的 李文忠 李文娟 這一對匈命黨 這個李文忠財務長 跟柯文哲 是新竹高中的同學 兩個好麻吉 妹妹也進來 我們今天要特別聚焦 這個李文娟 為什麼 他在柯文哲的這個 包含了進辦 包含了核心的基金會 包含了最大的承攬 政治宣傳公關的 木可公司 都是他 我就問 這麼三位一體 這麼重要的人 我們赫然發現 今天好好來看 在承給這個監院的報告 這個政治獻金的資料裡面 居然把李文娟藏得這麼深 柯文哲到底在思考什麼 他們進辦的人自己出來爆料說 我當時在競選總部的時候 要找這些單據 應該找李文綜簽 因為他是財務長 照理說什麼單據 什麼出開銷 應該找他來負責 結果他說 居然去找到李文娟來做查核 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明明是你李文綜的業務 要找李文娟來負責 因為李文娟大家知道 他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長 我怎麼會找一些 公司的董事長來簽我 進辦的這些財務支出 可是李文綜昨天說 沒有那個只是協助而已 說他妹妹只是來協助而已 可是他妹妹為什麼 可以來協助這件事情 被他打上個大問號啊 那你要講清楚 為什麼你妹妹可以做協助 結果被他翻出來 原來李文娟 在整個民眾黨的 這個競選總部的財務組裡面 他是掛名第一個 你明明就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長 為什麼你在民眾黨的財務組裡面 可以掛名在裡面 而且重點是 他沒有任何執心 其他人包括李婉軒什麼 這些人都有資訊 可是就是你李文娟沒有資訊 難道大家想說 你既然掛名在裡面 你是要領更多 大家不知道的錢嗎 而且這不是很奇怪嗎 今天是我進辦的財務的 管理最大的這個Leader 居然是外面那個包商的老闆 來當我的Leader 這樣怎麼會通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嘛 照理說應該你長官要負責嘛 什麼單據都領長官權嘛 怎麼會找你妹妹 說來協助 這個坦白講就不太合理了 因為木可公司我跟大家講 他是非常多這些小草們 要買競選小屋 都會透過木可公司來做買嘛 可是問題是 這些錢這樣哪裡去了 不知道 那現在爆出個李文娟的一個事情 讓整件事情在民眾黨裡面 形成個茶壺風暴 現在搞了誰可能不信任他了 我覺得柯文哲可能跟李文中 這兄妹的關係 可能已經撕破臉了 怎麼講 我們知道柯文哲的整邊人就是 陳佩琪 對他老公一定是 你做什麼事情他一定都知道 那柯文哲回去也會講幾句說 我今天黨部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最近我們從陳佩琪的動作 就可以看出來 會不會是柯文哲跟李文中 已經翻臉了 因為你看 陳佩琪莫名其妙 在這個時候出來講說 我要幫我兒子 成立這個小草咖啡廳 還要冠名說 這個叫什麼 制搖傳播資訊有限公司 你是要開網咖嗎 你取這個名字是要開網咖的意思嗎 但問題是 陳佩琪說什麼 他說我是為了幫柯文哲布局 2028年 可是大家想說 你既然要布局2028年 你要開公司 照理說你應該找李文中才對 李文中是你的這個高中同學 也是你的財務長 他陪你打過2024 2028 非他默許 他等於是你的大將嘛 他什麼事情 他都是一把抓 照理說你應該找李文中 來開這些公司才對 可是不是啊 陳佩琪這時候跳出來 是取代李文中 李文娟的兄妹的位子 所以大家覺得很好奇 而且他成立的這間公司 這個地點是不是也在目可 就是在同一棟 台坡大樓 基本上都在同一棟 大家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今天要成立這個名字 你要成立這個地點 難道你柯文哲都不知道嗎 所以我懂了陳佩琪不信任目可 他要成立自己 更親密的小目可 對所以看出來 搞不好是陳佩琪也知道說 柯文哲跟李文中的關係 已經不是這麼好 可能 因為這次的大選 大家彼此當中有些嫌隙 有些裂痕 甚至連帳目不清楚 搞不好柯文哲都已經知道了 這件事情演變到這裡 我覺得最迫切的是 台北地域就已經分案調查了 這個分案調查查下去就開花了 而且這個查下去 可能會跟另外 一樁更大的窟窿 變成兩個颱風的共辦 就是金華城北市科跟台志光 因為前流金脈 一查下去就開花了 相對民眾黨對柯文哲來說 就叫多點開花了 包括像整個政治獻金案 包括了金華城北市科跟台志光 接下來八九月就要陸續展開調查 甚至有些可能要宣判了 但問題是柯文哲光是這個政治獻金案 現在已經一個頭兩個大了 那接下來包括了金華城 昨天洪正升 他已經基本上已經把所有話都講出來 所以檢方來放了他嘛 法院來放了他嘛 那現在看起來好像 柯文哲的麻煩會不會變更大了 現在在我們的視訊的現場 小牛還在這個地方 小牛我就問了 剛剛盤點了幾個人 黃珊珊 傳出要跳船 然後你又 鐵口直斷說 柯文哲要跟李四兄妹要決裂了 怎麼會跟柯文哲最親密的戰友用過的人 最後都跟他翻臉 為什麼會這樣 這整體來說還是跟柯文哲的用人有很大的關聯性 就是說柯文哲這個人 我常講他叫做優等生的一個心態 什麼叫優等生的心態 優等生 知優生 優等生 他的世界可能只有眼前的那張考卷 他想要把他眼前這張考卷 盡他的權力 把他考到滿分 那其他的關於人的事情 關於錢的事情 關於一些生活的一些疑難雜症 他一概不關心 那你從他的一些 柯文哲的一些為人處事就看得出來 比方說他養小孩這件事情全部丟給陳佩琪 他過去在市政府 像一些人際關係 像一些金錢的問題 通通丟給蔡壁如 那現在 到了這個民眾黨 他沒有了蔡壁如之後 他把所有的這一切 包含這個禁種的財務丟給李文中 那這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他100%採取100%信任的 這樣子的管理 他就非常 取決於他身邊的這些人 到底這個老實講 這個到底這麼正常 如果都是一些很不正常的 都是一些 可能會有一些 不正常的念頭 對於這些金錢 有一些不正常念頭情況之下 那當然就會出現現在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所以我自己認為是 整件事情還是跟柯文哲的一個 做人處事風格有關係 因為他用這種消極的態度去面對 不管是錢的問題 不管是人的問題 遲早他自己還是會 這個火還是會燒到他身上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覺得 他對待這個下屬 老實說 我認為他還是必須要 知道說這整個政黨不是他的一個粉絲團 我覺得他到現在為止還是把整個政黨 當粉絲團在做經營 也就是說 所有人都必須要擁戴他 一人 那每個人都必須要 可能就像昨天有 他的一些 前任的幕僚也出來講說 就是說 是不是在他身邊都必須要講一些好聽話 他比較聽不進去一些比較 跟他意見不同的一些聲音 那我覺得這也是他現在領導的一個 一個很大的危機 今天最發燒最操灰搭的人 就是柯文哲 他依然領導的民眾黨 獻住了政治獻金 做假賬 疑似中保私囊的爭議 今天下午你看到開記者會了 為什麼這場記者會 備受矚目 因為爭議金額高達將近2000萬 結果 你看到上上下下拍板定調 是會計師跟財務長的低級失誤 沒有半個人A錢 我想告訴我們 話都他們在說 真相水落石出了嗎 就減掉 會不會動起來 就這樣各位觀眾朋友 這件事情阿伯真的出事了 出大事 早上記者去賭 因為從他家門口賭 他講說 校良點記者會 他還生氣 在這樣我要發脾氣 他在講什麼我知道啦 他的意思說不要再問我了 兩點我就要講了 你賭注我不讓我走 我會發脾氣 脾氣不用發 跟社會說明就好 阿伯出事了 現在他承認犯了 低級錯誤 什麼錯誤 事前講的 你要 我錢沒有收到啊 死了 我根本沒有這個業務啊 這邊有500 那邊有416 加起來有900多萬 另外還有單據 亂酷酷的 今天承認 2000萬元左右的單據 根本都 亂報 福報 都是 會計師的錯 那你憑什麼要我推 那就等於是做假仗 把我拖下去墊背啊 觀眾朋友 因為在這個總統競選期間 柯文哲競選總部 他有跟MOOC公司合作 那是一個 另外呢 他辦活動 有跟 時樂 跟尼耀 兩個公司合作 但是單據現在對不起來 那經過了兩天清查之後 今天的記者會 大家看那個畫面 導播放假畫面 今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跟大家講單據清查的結果是什麼 他們所這個合作的會計師 自己在沒有告知總部的情況之下 他福報亂報 虛報 這是會計師要負的責任 所以這這樣的狀況之下 等於就是 我們查清楚了 都是會計師的錯 我們這些單據都有在手上 我們有18萬筆的小額捐款 我們有收入 我們辦活動 我們支出了 單據都有 我們怎麼知道的 這個會計師給我亂報 但其實基本上 觀眾朋友 今天的這個事件這麼大 我要用三句話 來跟俊江哥還有觀眾朋友報告 目前為止看起來 第一個問題叫做 公司不分 第二個叫做 帳目不清 第三個叫做 真相不明 這是重點 最後這句話才是重點 開完記者會 真相不明 第一個帳目不清的部分 觀眾朋友 因為他就是跟大家講 為什麼帳目會不清 就是因為 會計師他亂報 他根本不可以這樣報 明明很多單據 拿來了以後 報支就要填 他沒填 等到最後要報件 就自己亂報了 所以時任沒有拿500萬 會計師就給他報了說 他付了這個 我們付了500萬錢給他 我是聽完以後是一頭霧水 會計師 身為中華民國 職業會計師 我是沒聽過這樣做的 但今天端木證會計師 並沒有在這個結尾現場 大家看到畫面 一波點很聽 這是單方的說法 我們在錄影的時間 我也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出來 跟大家做說明 會計師這樣做 基本上 我初起來了解 他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 基本上 他至少要停業兩年 他以後不能當會計師了 但是 我跟大家講 帳目不清的部分 現在推給會計師 我不是說 對不起不要講推給會計師 帳目不清的部分 他現在就是告訴大家是快計師的錯嘛 但是 公私不明也是快計師的錯嗎 當然不是啊 你今天開一個競選總部 我要跟這個合作公司 我要跟這個媒體 我要跟這個活動 辦活動的場地 你每一個合作公司 怎麼看來看去 我剛剛講的 怎麼都公私不分呢 柯文哲競選總部 他找的財務長 是他的高中同學 叫李文忠 總部裡面的人找相信的人 這沒毛病 對不對 因為你最熊熊的人 但是你要合作木可公司 對不對 那木可公司 董事長怎麼就是李文忠 對不對 這個就瓜田裡 所以說公私不清 公私不分在這裡 你今天 我今天要去跟誰合作 我合作的對象 應該就是我合作的對象 因為我合作的對象也是我自己人 但問題來了 觀眾朋友 李文忠的妹妹又怎麼了嗎 他不能剛好開個公司合作嗎 這沒問題 可是 君向克 你要知道 現在我所講的公私不分 他有好幾個層次了 你去跟他合作就算了 但李文娟 他真的只是木可公司的負責人嗎 根據之前在 柯文哲軍人總部裡面的人 我們有一縮音 中華民國無罪貼定 這個裡面的員工講說 等一下 我把我們總統大選期間的LINE對話給大家看一下 他說我們去辦活動 都是文君姐在問 6000元會不會太少 有沒有看到 文娟姐在問 總部裡面的人 下南部辦活動 裡面包含錢包含帶的物品 都是李文娟在控 不會 我這邊有多少 一份應該可以 他說好那我放你桌上 這邊 有沒有 主任我跟妳請示 我們現在在外面 會有行程 要花什麼錢 怎麼樣 李文娟要簽名 才可以報支 等等 他不是木可負責人 他不就是 大包商而已嗎 怎麼搞得一副像是大帳房 所以我就跟你說這個叫公司不分 不是搞得像大帳房 根據總部裡面的員工的說法 他就是大帳房 他就是聚權總部裡面的財務長 然後他又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長 還沒完 俊翔哥 這個柯文哲還有一個 叫做 縱望基金會 因為他也成立基金會對不對 對 縱望基金會裡面的所有包商要誰來整合 也是李文娟 那他就是實質的大帳房 那就是三位一體 基金會也是他管 木可公司也是他管 總部也是他管 所以所有的錢都是他管 這個東西有沒有問題 後續要帶來清查 可是 就落實了剛才我所講的 第一個公司不分 那我也要有一說一 今天李文哲也被問到這一題 到底你們柯文哲總部是 李文哲管還是李文哲管 李文哲今天講說 所有的這些單據 都是我負責 那李文娟呢 李文娟只是來幫忙 所以簡單講 李文娟有插走柯文哲的 這個總部的這個財務 看來應該是事實 第二個 他的太太不是成立一個公司 叫做治療資訊公司 要賣咖啡嗎 用這個柯富瑶 這個也是一樣 總部所租的 我上次跟大家講就不贅述了 這也叫公司不分 第三個 已經發了公開聲明說 我不得了我爸爸 而且你每個報幕項目都不對的 石勒公司 他的董事長是誰 他是這個 你要跟石勒的負責人 叫做戴麗玲 戴麗玲又跟黃山是一個好朋友 是姊妹濤是閨蜜 所以呢 觀眾朋友 不管是 那個陳佩琪成立公司 不管是跟募可合作 又或者是跟石勒你要合作 怎麼弄來弄去 都是你們自己人這個第一部分 叫做公司不分 對呀 你看看 大包中包小包包到後來居然 得包的會是黃山山的閨蜜 這不是公司不分 大家的質疑就在這裡 還沒完 今天還有一間公司叫做 石勒 這個石勒公司 起人一逗的是前前後後 短短三個月 從 近半這一邊拿到了 差不多快要1000萬 900萬 這一間公司做什麼 電話打去 嚇到人家的下巴了 觀眾朋友這家公司叫石勒 所以石勒真的很重要 石勒是一個重點 但問題是 他 不可以接柯文哲競選總部 選舉期間的這些相關業務嗎 可以 可以 但問題是 你接業務就接業務對不對 他本來 叫軍語 為什麼你要接之前就把名字給改了 對不對 算命老師說的吧 對 算命老師說的 就對了 第二個 你石勒公司 他原本是叫這個名字 那你現在打電話去呢 居然是一個 會計師事務所 你就 有電話嘛 記者打過去了以後 他是會計師事務所 所以 為什麼一家公司 在要接 柯文哲總部的案之前 改名字 為什麼 看起來他並不是 因為我剛剛講 前面不是在講 一家石勒 一家尼奧 對 這都是在業界辦大型活動 總統你看 像黃珊珊選 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在 那個 台北市政府前辦的活動 就是尼奧跟石勒辦的 對不對 就石勒辦的嘛 所以他就說 那是有經驗的 可是時間並沒有 那今天 網紅 從四叉帽去爬出說 等一下 時間的那個臉書上面 只有追蹤跟一個好朋友 就是 陳志漢 陳趙勇講說 我不是負責接下的人 只是因為我管 柯文哲的帳號 所以到時候柯文哲的帳號 不是要轉出去要直播嗎 沒錯 所以他們也要能夠 這是現在目前的說法 我剛剛跟大家 還有 俊翔哥報告的是什麼 三個問題 一個公司不分 第二個叫做 帳戶不清 還有第三個 叫真相不明 黃偉翰你好了 都已經開記者會了 你還真相不明 觀眾朋友 中華民國是無罪推定 有一說一 今天柯文哲 今天總部所說明的 會計師 他自己漏報虛報 這個話 我要明確的跟觀眾朋友講 不是我們的錯 是會計師是錯了 然後李文中也沒有查核 所以犯了低級錯誤 但是 我為什麼還講真相不明呢 因為 你要知道 今天早上 台北地政署 已經針對這個案子 進行分案調查 為什麼速度這麼快 因為你已經看到了 兩家公司 你要說我沒收到錢 我應該收到錢 沒收到錢 你報了 實在說我根本沒有這個業務 500萬 我也沒給你拿 我也沒拿到 我也沒有給你 勤款 你報了 這完全有可能違背了我剛剛講的 致使公務人員登載部使監察院 還有偽造文書 還有總統這個大選的政治獻金法 還有背信啊 所以台北地政署他已經分案調查 然後台北市議員中華民跑去告發 那現在目前這整個案子 後續還要再查 三大問題 公司不分 賬目不清 真相不明 最怕豬一樣的隊友 現在 柯文哲陷入的坐腳上 中保私囊的風暴 但是你趁回答 後面誰在拚命到處點火 頭號的豬隊友就是他老婆啊 雖然說大意在講說豬隊友 但我反問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柯文哲受益 如果沒有柯文哲指使的話 請問一下 陳佩琪會突如其來自己當自走炮嗎 請問一下柯媽媽會突如其來說 啊我們家很乖 都好好第一名啦 老兄弟總統絕對沒辦法了 會突然跑出來講這些話嗎 我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會不會是微味就造 所以各位你仔細看 現在柯文哲真的是我們講的會修勾聊 問題大堆 包括我們跟木可公司剛剛有聊到 包括我們講的到底人頭公司也有聊到 甚至是政治現金不清不白 甚至是什麼 有做假賬開假發票的疑慮 但你不要忘了喔 真正他的本命區是什麼 三大案 這三大案根本就還沒完嘛 為什麼 因為金華城今天約了彭聖生約談 原本各位 約談為什麼要限制出境出海住居 我直接給各位幾個線索 第一他的身份是什麼 絕對是被告 他絕對是以被告身份出行嘛 被約談不是證人喔 再第二件事情如果說是被告的話 只有一種條件可以連交保都不用交保 因為應該叫做無保行為 不是 他是限制出境出海 代表什麼 嫌疑重大 第二件事情 非常配合 代表彭聖生非常配合嘛 該講的該交代的都交代清楚 所以我不需要給你羈押嘛 那如果他非常配合什麼都跟檢察官說的話 柯文哲不就完蛋了嗎 那我反問一件事情阿俊翰哥 檢察官想要抓的是彭聖生還是柯文哲 柯文哲啊 對嘛這也是道理很簡單嘛 所以彭聖生如果如實交代 比如說包括我們講的 他心裡講過的喔 習政財良權 是在柯文哲手上 包括丟到都發局的 要求都省會都委會進行審查的 也是柯文哲 他只要把這一切的聚系迷過程 通通交代清楚 簡報如果說 那你交代講清楚 我都問到了 那請回吧 對不對 那當然是這樣子嘛 再來就換柯文哲 你來說清楚了 所以當柯文哲看到彭聖生出來的時候 他才要跟我們講 膽戰心驚嘛 事情大條了 代表該講的都講了 該放的都放了 而下一個 會約談的是誰 絕對是柯文哲 所以講回來 你說陳佩琪在那邊 好事情不做 到處點火 有人家是 唯位就照啊 當然我問一下 各位當我們現在大家一直罵陳佩琪的時候 請問一下 今天說要開咖啡廳 你相信嗎 觀眾朋友 俊向哥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 怎麼可能只是為了開咖啡廳 在第二件事情 用他兒子這個名義 我們講的 柯富堯 去做人頭 去開公司 請問一下 柯文哲不知情嗎 怎麼可能 在第三件事情 如果說柯文哲不知情 那怎麼可能 社債 我再強調喔 不是黨部喔 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就是現在風暴的核心 大家懷疑 你是白手套的 那個木可公司 對 我去這件事情 怪就怪在這嘛 李文娟到底跟柯文哲什麼關係 為什麼陳佩琪他開的人頭公司 竟然是社債 不要再講給我講黨部了 陳佩琪都在聊爆了嘛 是社債 我們講哪裡 木可公司喔 不是黨部喔 陳佩琪亂講喔 所以這整件事情 我跟各位講啦 絕對是柯文哲指使的嘛 柯文哲絕對有參與嘛 甚至陳佩琪只是 出來當那個倒霉的我們講的 劍拔而已嘛 就像柯文媽媽為什麼今天突如其來 我會給各位一個概念 每次柯文哲遇到事情 比如說六點聲明 想要反悔對不對 或者什麼事情 他沒辦法出來 都推給女人啊 對 這時候母姐會就會上場 媽媽我就出來說 啊 我們爹很乖啦 沒有啦 陳佩琪會出來罵人 然後這次是出來道歉 然後過去還有一個人叫黃珊珊 這次黃珊珊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黃珊珊恐怕 就是木可公司 到我們講你要 到柯文哲 你要死了 這我們講這個金句裡面 全部搞不好是有黃珊珊所發抖 是怎麼你的四處去店會 別的話你就少講 你居然講說 我有犯意 我沒犯行 你害了啦 不是啦 柯文哲全家都是法盲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是法盲 還是財迷心教 就會講出這種完全沒有任何法律常識的話 反正你講白了啦 他就是叫他兒子當人頭 他兒子也出錢了啦 最後才撤銷嘛 就這麼簡單嗎 但我覺得怪是怪在哪裡 你知道嗎 過去呢 也有一個我們講的一路相隨一路相伴的人叫做館長 是 館長是挺到底耶 但現在大家有說館長是不是跳喘了 館長怎麼會罵佩奇 館長難不倒不挺了嗎 不是各位 你誤會了 鑑哥請問一下館長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他不是政治人物喔 他也不是媒體人喔 你知道他什麼人嗎 生意人 他是生意人嘛 我來我列舉幾個大家就懂了 館長挺過誰 挺過蔡英文 挺過侯友宜 挺過韓國瑜 也挺過柯文哲 他誰都挺嘛 哪裡有錢賺的 往哪裡挺嘛 但這個時候他出來罵陳佩奇喔 講一大堆 我跟你講這只有一個理由 他在試水溫 什麼意思 我一艘船我要跳 我不能直接跳 我不知道接下來溫度什麼 我腳先伸出去 試一下 熱的 冷的 B站 等到溫度對了 我跟各位保證一件事情 館長最後絕對會大罵柯文哲 好 整個事情揮手勾了 有一個人 一個人我們想知道 今天記者會他也坐在上面 黃珊珊 這一頁他翻得了嗎 我跟你講黃珊珊 你說翻不得了 我列舉幾件事情各位都懂了 現在我們剛才是不是聊到說爆出來的有兩家 一家叫尼奧 一家叫十二 現在又多亂一家時間嘛對不對 尼奧跟十二同樣都是戴麗玲 也是黃珊珊好姐妹開的 那我反問一個最簡單最簡單最簡單的問題 如果說柯文哲今天要用假發票做假帳 那請問一下 他會不會跟尼奧十二打聲招呼 如果沒打招呼的話 那是跟天借膽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哪知道你會不會查帳 配合一下啊對不對 誰不會查帳啊 因為那個國稅局如果查到的話 他額外要繳非常多的稅喔 沒錯 所以到底有沒有怕結局好鬼 我認為是有的 所以如果有打招呼的狀況 像黃珊珊當然在裡面會有角色嘛 可是這個時間點 趕出來喊 趕出來喊 趕出來去反水 那理由很簡單 因為第一個絕對沒有發票 在第二個 找不到證據 我反問一下好了 因為現在都不容了金額 包括尼奧 包括十二 請問一下這個金額 我們加總起來 應該也有幾百萬吧 應該有上千萬吧 那提領的方式會是什麼 如果是現金 那就成為斷點 也成為黃珊珊為什麼 趕在這個時間點出來反水的關鍵 雨萱你怎麼來看 今天下午的這一場 澄清說明記者會 今天就是 承認瑕疵 但是 沒有任何不法行為 而且 評射斷點 你怎麼看 借記者會解釋說 對 我們確實是有這個 誤報 虛報 漏報 他說有漏報 他說有漏報跟報錯 他就講這兩種嘛 但今天我坦白講 他就是拿了什麼 2000萬的 其他的單據 而且我一筆 我一筆看過了 有些根本不是發票 有些是我們講的 給貨的錢 就提領的錢 那不是正式的發票 他說我們這些沒報到 但事實上是在幹嘛 填帳嘛 因為理由很簡單 就算你講了這麼多 我還是幾個簡單的問題 第一個 你要跟十二的錢 現金或者是說轉帳 你錢到底去哪裡 不知道 以及我們剛才講的 福報的 像十仙這間公司 現在連找都找不到人 一家虛色 臉書粉絲團 只有一百個站不到的公司 你為什麼給他1000萬的標案 那人現在到底在哪裡 不知道 這些金流 到底出現哪裡 檢調當然會繼續查下去嘛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 他說這兩筆 我都有一對 但事實上 檢調會查什麼 他會去查內部細部的喔 如果查內部細部的 發現了一件事情 提領出來的金額 跟我們講 你報的假發票是一致 而不是你陳志涵所說的 那一筆一筆的細項 我跟你講 這個涉及到什麼 背信 詐欺 衛造文書 甚至我們講的 三塊法 甚至我們講的 稅圈計算法 你柯文哲一條都跑不掉 好仁俊我們今天下午看到的這一場 民眾黨柯文哲召開的記者會 你就看到了 認瑕疵不認貪腐 棄取保帥保護柯核心 我就問 檢調搜索行動 會放過他們嗎 其實如果按照柯文哲在過去一直強調 就是說如實依法的話 事實上這個紛爭不會出現 柯辦在今天也承認 就是說呢 他們事實上有非常多的 這所謂的漏報 查到目前為止有所謂的15筆漏報 再加上兩筆的這個誤報 也就是呢 在這個所謂的競選申報期間之前 事實上都沒有完成這種申報 所以他們這個發包出去的會計師啊 居然採用了一個便宜形式的做法 將這些所謂的金額啊 灌到其他的公司裡面去 謊報說是由這些公司啊 收取了這樣的一個金額嘛 所以到目前為止啊 外界其實會很好奇的是 如果除了這一些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金額 也用這個方式去流出 因為他現在清查的是 所謂的大筆的款項 那小筆的部分呢 到底有沒有這個狀況來出現 我覺得這個也是外界非常好奇跟質疑的啊 好 人群 我就問喔 小草們的一分一毫 我只要堵內給民眾黨 我堵內給阿伯耶 結果今天你多傷他們心 居然扯出了這樣的一個款項 可能疑似做假賬 或者有中保私囊 甚至是貪污的情勢 我就問核心中的核心是誰 是內隊理事的兄妹黨 為什麼 他們這個哥哥是柯文哲 竹中的要好信任的同學 結果兄妹兩個人進到了 進半核心 現在被懷疑是中保私囊的白手套 會是今天記者會一句話說 沒有一分錢進到私人口袋 翻得了業嗎 其實與其說今天的這個 所謂的說明記者會 是要對這個社會大眾來說明 這個經費的運用 但你如果看柯文哲整體的發言來看 他反而是在鞏固他的小草的向心力 所以他後面的時候又強調說 他們會繼續努力 不會被這些打敗或什麼的 但我們今天就回來看 事實上李文中跟李文娟 在這件事情上面 確實是引發爭議的一個部分 尤其在今天的記者社會上面 還是由柯進辦這邊 代為宣布木可公司 說要這個所謂的暫時停止 這個運作 還要做 清算的這個聲明 當然會外界覺得很奇怪 我問你 最奇怪的就是 怎麼會是進辦幫你決定說 我們 要解散了 我們要清算了 這是一個怎麼樣 斷尾求生 射斷點嗎 這個外界當然會質疑 而且他現在講說 他們所有木可公司 在清算完了之後的 這個引與全數會捐出去 但問題是 你的清算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包含 你在這一段時間的運作 這些相關的費用 那你要扣除的金額到底有多少 老實講也沒有人會知道 因為這就是你自己內部清算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對外界來講 柯文哲的錢是不是真的做到公開透明 光你一個由自己的這個所謂的財務的這個主管 的妹妹到旁邊去開一個公司 而大筆的金錢都往這個地方去作為流動 甚至有說不清楚的所謂的授權金的 這樣一個爭議的時候 當然會讓外界覺得整個物理看花 甚至會懷疑到底這些所謂的金錢 是否完全真正透明 所以我就問 整個事情燒到今天 已經頭下木在燒的情況之下 到底是柯文哲壞 還是柯文哲笨 你怎麼看整個事件 我覺得是這樣 對我 我對於柯文哲主席的了解是這樣 他不喜歡聽好聽話 他是一個忠言逆兒的人 所以呢 你要說他笨 也可以 因為 黃珊珊只要講了好聽話 他可能就會說 好 而且再加上次 黃珊珊是一個非常強勢的人 雖然他對大家都是客客氣氣 可是其實今天講真的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 我管你是誰 所以 他到底 他無辜嗎 還是你覺得今天記者會完看完 你還是覺得 他一點都不無辜 他一點都不無辜啊 他今天記者會不是就是用了慣用的手法嗎 反正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不會是我柯文哲的錯 我今天就是因為找了不對個會計師 所以才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小草你們還是要繼續追 追隨我啊 對 其實我覺得他非常的可惡 因為你知道嗎 民眾黨的支持者跟捐款者 講真的 都是血汗錢 但是他今天錢這樣子在亂花 他對得起這些支持者 對得起這些捐助他的小草嗎 他絕對對不起 但是他出事了 他把錯先 推給別人之後 簽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再來呼喊小草說 拜託你們不要離開 要繼續追隨我 這根本就是一個非常無恥的人啊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人出來 選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呢 池澄你是第一個跳出來 要求黃珊珊面對問題 把話說清楚講明白的人 他就你的理解 在進出總部的權力有多大 管人 管事 管錢 在這個時間點 他可以撇得乾乾淨淨嗎 其實我覺得黃珊珊 他本來就是應該要在 事發的第一時間 就應該要站出來講這件事情 可是為什麼他 當初事發的時候 他只輕描斬起來講一句 的確有賬物的瑕疵 他是競選總幹事 他就是主將下面的那一個人 拜託他當初在競選辦公室 管了多少東西 從演唱會 從造勢晚會 從募款小物 大大小小到主席行程 通通都要跟總幹事 揮報的人 那我今天其實剛剛那個 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不是有秀很多單據嗎 很多考核 簽核都有黃珊珊個簽名 那你為什麼真正在 報這個東西的時候 報出去之前你黃珊珊你沒看到嗎 你黃珊珊沒有看到 這福報 960幾萬嗎 那你到底是怎麼去選舉 他選過議員 選過立委 選過 台北市長 他沒有處理過政治獻金嗎 政治獻金 最後啊 像我們那時候選議員 最後的時候 這幾個 絲章 是要蓋下去的 你黃珊珊處理過這麼多次 你幫柯文哲看 你沒有看到嗎 你都不用負責嗎 你一把抓的人 拜託他當初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死都不願意進入民眾黨 但是把資源吃乾媽淨 到 選總統的時候 不分區立的 把自己排在 第一名 求援兼裁判 好處哪了 現在出事的時候 又趕快要切割嗎 但是他今天 記者會黃珊珊講那些話 還有回應到大家想要個問題嗎 今天新聞版面兩個風暴 一個 柯文哲麻煩大了 第二 伊朗 要打了 你現在看到是今天下午的 民眾黨 柯文哲召開的記者會 為什麼 他要解釋 爆發史上有史以來最大危機 2024大選 你拿到超過4億的政治獻金 結果 現在居然傳出了 福報 做假賬 甚至 中保私囊的懷疑跟爭議 而且金額獎金 將近2000萬 這場記者會 他到底說了什麼 等一下 秀琳要帶我們來解讀 不過導播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章 是安壯柯文 現在頭靠默的笑 因為 整個第一集的錯誤的背後 真的就能翻頁嗎 三條軸線 三場發生 我們一個 冤有頭 再有主 一個一個來看 柯文哲我剛說了 拿了4億的政治獻金 結果呢 居然中間冒出了一個 李氏兄妹檔 成立了一個木可公司 這家公司 就是他最信任的高中同學的兄妹 他們經手錢 這家公司被懷疑是白手套 錢留到了哪裡 大包 中包小包 包到了這一家叫做 尼奧什勒的公司 一查不得了 他的這個所謂的老闆背後的 這個操盤者居然是 黃珊珊的 閨蜜 怎麼變來變去 牽扯到前 背後的三頭 都是你柯文哲最親密的 再來 第二條軸線 這個叫時間的公司 短短三個月可以拿到 將近千萬的預算 結果現在被扯出 插邊球 陳志涵 跟他有什麼關係嗎 等一下 陳志涵記者會 他也有說法 不怕神一般的對手 怕豬一般的隊友 頭號豬隊友 陳佩琪 給柯文哲闖了什麼禍 一開始 請秀琳 就來告訴我們 今天記者會 說清楚了嗎 今天記者會其實 這個歸納起來 整理非常的簡單 那只有三個字 這個人叫做 端木正 端木正 姓端木 明正 所以叫他端木 會計師 那所有的錯 都是這位 會計師的錯 那柯文哲今天記者會 上面是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會有 這一個916萬 這一個 尼奧跟時樂說 我們沒有收到這筆錢 你到監察院去報了假賬 那這件事情的確是假賬 因為呢 有這個申報給監察院 說給錢給了 尼奧跟時樂 916萬 但是這兩家公司 跳出來說 我沒收到這筆錢 所以憑空消失的 916萬 到哪裡去了 匯文哲 緊急查賬 那查賬的結果 告訴大家說 這個賬不是只有 這兩筆錯了 錯了是一筆糊塗賬 至少目前查到 40萬以上 有問題的賬 高達17筆 不是只有這兩筆 有17筆錯賬 而這17筆錯賬呢 其中漏報的金額 這17筆加起來是 1817萬 他告訴大家說 其實 我應該要報銷的賬 是1817萬 但是呢 我報到監察院去 只報了916萬 所以呢 假設是大水庫理論的話 其實我還少報了 就是說我整體來說呢 我報給監察院的賬 還少報了 所以我不是報假賬 我是這一個 自己才貼錢 去做了這一場的競選活動 但是呢 這些錯賬為什麼會錯呢 其實錢是一分一毫都不能錯的嘛 就是說他說有 會計師簽證 就是會計師 弄的 會計師做了假賬 他現在是一個非常嚴厲的指控 他說這整筆賬 會有這麼多對不起來的部分 就是會計師做了假賬 當時會計師呢 沒有叫Keygang來 我給他的單據啊 他都沒有一筆一筆的給他弄進去喔 特別是這17筆 你看他沒有弄17筆 這17筆他沒有 建入 這一個收支賬裡頭 所以他就少算了1817萬的花費 然後呢 最後他自己賬都不起來 他有916萬都不起來 於是他把這916萬就 自己分配給 尼奧跟 什勒 就說好啦 那你認你吃300 那你吃多少 把916萬的賬給做掉 那他說這都是會計師做的事 他們不知道 李文宗他的財務長也說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負責責任是督導不周 因為他沒有看過會計師做的賬 不知道呢 他做了這筆假賬 所以所有的事情就是 端木會計師一手遮天喔 那端木會計師有這麼大的膽子嗎 這是大家對於今天記者會說詞 一個最大最大的問號 一個會計師事務所 他在 金華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 他不是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 他在這家會計師事務所 當會計師 那現在你指控 你這家會計師事務所的端木證 做了假賬 這家會計師事務所 不用出來說明嗎 你的商譽怎麼辦 這件事情為什麼會炸掉 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的小草 人家怎麼五百一千 風行草野 要對你阿伯 阿伯沒走 我們都不要走 沒有離開 我們都不要離開 是這樣展出了肆意 結果如果像你講的 記者會給人家一個感覺什麼 你就是斷尾 你就設斷點 推給一個今天從頭到尾沒有現身的會計師 結果你應該要合過才可以出去的 這個叫做財務長 你居然清帥的一句話說 那是我的書是怎樣 這樣就要把它翻過去了嗎 所以今天講到的這個李文中 就是柯文哲最信任的竹中的同學 今天最該負責的可不只有他 我們今天就講說這個會計師你要出來 你有沒有犯意 然後你的犯行是什麼 最後柯文哲你可不是說 我們絕對沒有錢進入任何一個人的 這個所謂的口袋裡這句就過了 就可以翻頁 哪有這麼容易的事 我們怎麼知道錢有沒有進入的口袋 我們現在連賬都看不清楚 就是一筆爛賬 然後你說是端木正自己做了一個假賬 那這個會計師事務所所謂的精華會計師事務所 要趕快出來說清楚 你的會計師事務所為什麼幫別人做假賬 在這個記者會之前 這個木可公司發了一個聲明 告訴大家說 現在大家對我們這家公司有很大的質疑 所以我們就 清算把盈餘捐給公益 我就暫停盈餘了 要清算 如果你現在又找端木正進來清算的話 因為清算是需要會計師的 那你又找了端木正進來清算 他賬又再做一筆假賬出來嗎 你要找誰清算 可以找第三方更值得信任的 專業人士來清算嗎 秀琳今天記者會 我們幫大家換兩個重點 第一個 他們代為幫木可公司宣佈 我們要解散 我們要 這間公司就要結束了 第二 他從頭到尾沒有讓被指控該背鍋的 那個會計師出來幫自己講半句話 都是片面的說法 所以最後秀琳來告訴我們 現在北檢 已經分案要查了 是你柯文哲一句話說 沒有辦法前進入私人口袋 可以翻頁的嘛 所以柯文哲在記者會上的這個大水庫理論 真的沒有辦法 說服大家 因為從之前到現在 大家看 太多 政治人物的大水庫理論 就說我的支出大於我的收入 他現在說法就是這樣 我的 錯賬是1817萬 現在被抓到的是 916萬 所以呢 我多付的還比我這個被認定是假賬的還要多 那這個理論 在司法面前是站不住腳 從高鴻安 的例子 你馬上就看到了 那台北電眼署已經分案調查 其中涉及的是刑法的偽造文書罪嫌 假設 這個會計師是真的作假賬 而且呢 他沒有別人指使他就是自動自發的作假賬 想要這個損益平衡 而且他的理由很瞎 說呢因為時間來不及 監察院的這個申報的時間有這個 緊急 所以我只好作假賬 把趕快申報出去 這個理由對於一般會計師 來講都不會接受 我可以派更多人來加班 來看賬來做賬 絕對沒有用 作假賬去趕時間來佈及的這種事情 好今天下午的這場記者會 大家一起看完 連峻 今天下午呢 我們看到柯文哲的記者會很簡單 一件事就是通通甩鍋給會計師甩鍋給財務長 也就是有瑕疵 今天如果柯文哲這條線 清算的程序 那說實話 如果就正常的商業運作來講 要發布也是由柯文哲自己來宣布就可以了 為什麼是由柯辦在這個 為什麼是由柯辦在這邊作為宣布 是不是斷尾求生呢 所以這裡面當然必須要被釐清楚 事實上柯文哲因為他在之前競選的時候一直很窮 所以他希望支持者能夠 這個踴躍的捐獻給他嘛 做政治獻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事實上這個支持者呢 他今天用各種的方式 不管是你捐款啊 或者幹嘛 理論上都是進到了柯文哲的政治獻金 那這個獻金張戶呢 就是提供柯文哲來作為競選所使用 沒錯 那結果呢 現在呢 其實柯文哲 柯辦這邊 看起來也都證實了 就是說 他們另外有一個叫做 募可行 公關行銷這個這個部分 然後呢 所有的禁匪金費有很大一筆 其實是由這個地方來做 可是我們就講 如果你是在競選總部這邊有一個政治獻金專戶 他其實有相關的法律去作為規範 但你今天跑到募可這邊的時候 他就變成是一個商業行為 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他就不需要受到政治獻金相關的這個規範 所以這有沒有可能在這邊出現了弊端 或者是出現了漏洞 讓這些錢呢 往不同的地方呢 流出去 甚至是不是有可能流到了柯文哲的口袋裡面 為什麼要成立這個募可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這個募可有沒有 如實的依法的把錢給花在 每一個該花的地方 他是白手套嗎 現在就是大家最大的質疑啊 那這個質疑其實就回到了這個所謂的 柯文哲的演唱會裡面 因為其實在最早 柯文哲在去年7月5號的時候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也公開講說 這是一個募款性質的演唱會 不過後來呢 你看到現在 尤其今天這個說明會裡面 他們的說法是說呢 這個呢 一開始定調就是商業演唱會 那我們當然第一個會好奇說 那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柯文哲的腦子裡面 一直認為說 這叫做募款呢 因為如果你是募款的話 所有的這個帳後的隱餘 基本上都要 都要回到了 公的帳簿 可是如果我們去對照這個 所謂的政治獻金的申報裡面 那沒有一筆所謂的77萬 今天呢 他們的說法是說呢 在這個去年的12月的時候 募可試圖捐100萬的政治獻金呢 去給這個所謂的柯文哲 但是呢 在1月的時候呢 就把這筆錢退回去 是因為這個公司啊 在當年的營收 並沒有達到捐贈的標準 然後呢 問題就在於是 如果你全部都是 由柯文哲的進辦這邊 支付給募可公關 那你的這個77萬 也沒有在帳面上面 回流到柯文哲的競選專戶啊 那今天他們的解釋是說呢 對 在那個當下都沒有 但是今年呢 陸陸續續募 又捐了所謂的一百七 超過一百多萬的這個金額 進到了柯文哲的競選帳戶 那我們就回來看是 如果在當時查契的時候 查這個整個查證的時候 並沒有這一筆的項目 那這筆項目 接下來會不會出現在 他們要去跟監察院 補證的這些資料裡面 那是不是後期才又回捐回來 這個當然會引發 外界很多的質疑啊 所以如果沒有後手 回捐回來的話 我就高度懷疑 也是大家的懷疑 那個本該是 這個所謂政治獻金專戶的77萬 卻留在目可公關行銷裡 那這個77萬 會被中保私囊嗎 而且這中間其實因為在 今天的記者會他們坦承 就是說有這個所謂 1800多萬漏爆的狀況 那分成幾筆呢 灌水到其他的公司裡面去 所以這種灌來灌去的狀況 如果按照柯文哲在過去講說 我每一筆支出都如實申報 為什麼會跑出了所謂的1000多萬 這種所謂沒有如實申報的一個狀況 這也是外界非常質疑的 好第二個我們要請仁俊來幫我們解讀的是 仍然是這一條線 這條線走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赫然發現 今天從 禁辦 所有的宣傳 大包商 由這個叫目可的公司 給包走了 包走之後再分給小包 是由這個叫戴力林的人 給包走 分別是兩家公司 赫然發現戴力林誰 她不是普通人 她是黃珊珊的閨蜜 我就問 黃珊珊是他們的競選操盤的總幹事 她是掌握人事 掌握財政最了解的人 她在裡面她有角色嗎 為什麼是她的小包得包的 在今天的這個記者會上面 事實上記者就直接提問這個問題 問了黃珊珊 那黃珊珊也沒有否認 她確實跟戴力林是認識的 而且在之前 她在參選這個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的肇事活動 也是由戴力林來這邊作為主辦 那我覺得她的狀況會變成就是說 事實上除了這個目可轉包給 這個所謂的 尼奧跟這個時樂之外 事實上在其他的這個所謂的一些數據上面 也看得出來是 目可幾乎承攬了所有柯文哲要外包的東西 然後再分開分別給其他的這樣一個下包 那你可以看得到其實在這件事情 為什麼到最後有三張發票出現 也是來自於 尼奧跟時樂他們自己清查回來之後出現了 那如果他們今天在這個所謂的承包的過程當中 確實是有這個所謂的勞務的支出 那這一塊也有所謂的詳實的單據是可以做為查證的話 我覺得這個問題事實上是比較不會引發一個紛爭 但現在的狀況就回到了是說 那你今天用這個方式在這邊就會流通的時候 如果沒有實質付出勞務 但是你也支付了金額的狀態之下 這一筆錢就會有問題的 還有一個是 目可跟科進辦呢 現在也被質疑講說 你們到底人員部分有切開嗎 也就是你科進辦跟目可人員裡面都出現了一個叫做李婉軒的這個名字 而且外界其實現在就質疑說 會不會這個人在科進辦也掛名是你科進辦的人 但是也到目可公司裡面去認知呢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這個疑點都還沒有釐清清楚 這個關鍵在哪裡 今天小草門五百一千這樣 他要跟著阿伯 這樣給他支持他 前進到了進辦 結果這個人如果是進辦的員工 我們也就沒話說 這個人居然同時在目可掛名 那到底我為什麼要養這個人呢 也就是說科進辦基本上 到底是科進辦是空殼 還是目可是個空殼 因為你同一套的人 為什麼要在兩邊不同的掛這個職務 而這個都會跟金錢上面的流動 還有剛剛您提到的雙項發包的這些工程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接下來民眾黨會面臨到外界非常大的一個質疑 好今天聽到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被質疑 有一個被懷疑是白手套的目可公司 背後理性兄妹都是他的親信 更關鍵的關鍵是 大包小包中包包出去之後的最後得標的居然是 黃珊珊的閨蜜 來我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前科文哲競選總部的社會力組長 慈稱來到這方 慈稱你是第一個跳出來 要求黃珊珊面對問題 把話說清楚講明白的人 他就你的理解 在競選總部的權力有多大 管人 管事 管錢 在這個時間點 他可以撇得乾乾淨淨嗎 其實我覺得黃珊珊他本來就是應該要在 事發的第一時間就應該要站出來講這件事情 可是為什麼他 當初事發的時候 他只輕描淡寫的講一句 的確有賬物的瑕疵 他是競選總幹事 他就是主將下面的那一個人 拜託他當初在競選辦公室 管了多少東西 從演唱會 從造勢晚會 從募款小物 大大小小到主席行程 通通都要跟總幹事揮報的人 那 我今天其實剛剛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不是有秀很多單劇嗎 很多考核 簽核都有黃珊珊個簽名 那你為什麼真正在報這個東西的時候 報出去之前你黃珊珊你沒看到嗎 你黃珊珊沒有看到這福報九百六十幾萬嗎 那你到底是怎麼去選舉 他選過議員選過立委選過台北市長 他沒有處理過政治獻金嗎 政治獻金最後啊 像我們那時候選議員最後的時候 這幾個施章是要蓋下去的 你黃珊珊處理過這麼多次 你幫柯文哲看你沒有看到嗎 你都不用負責嗎 你一把抓的人 拜託他當初選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死都不願意進入民眾黨 但是把資源吃乾媽淨 到選總統的時候 不分區列把自己排在第一名 球員兼裁判 好處拿了 現在出事的時候又趕快要切割嗎 但是他今天記者會黃珊珊講那些話 他有回應到大家想要個問題嗎 九百六十一萬呢 你覺得那個閃躲 我覺得他還是想閃躲 有人這樣說 因為他是律師 所以他出來講說這件事情不應該 他第一個直接跳出來就是 認錯的掃打三下 有人說他知道事情很大條 現在只是還沒報 剛剛提到了北檢已經分案調查 你怎麼看接下來可能的發展 其實可能的發展 就像剛剛那個我們講到 黃珊珊是律師出身 所以其實他做事情非常的小心謹慎 他先跳出來講說的確有 上誤個瑕疵 其實他就是像剛剛說 先認錯嘛 少打三下的概念 可是現在北檢分案了 那接下來柯文哲你是不是要負責 因為你最後你還是蓋章的那個人 好望哲今天 不是只有我們看木可這一條軸喔 還有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也今天有非常多的貓膩 他改名之後 短短三個月 可以從競選總部這邊 獲得了將近1000萬的預算 他到底何德恒呢 有什麼本事 可以造什麼事 可以做什麼宣傳呢 剛我們談到尼奧跟時樂 現在我們要談這第三間公司 其實大有問題所在的就是時樂 大家光看這時樂兩個字 時間就時間 為什麼這個時間的時上面 還長得草出來 顯然是針對柯文哲這個屬性 來命名的感覺 因為你看呢 時間怎麼上面突然有個草呢 因為很多小草啊 對啊 所以看起來好像跟柯文哲人設 也是蠻符合的嘛 那可是他過去不是叫這樣的名字喔 他過去叫什麼 他過去是叫 均嶼國際有限公司 可是在去年7月的時候 瞧瞧改名叫 時間 大家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你7月的時候要改名 我幫大家回顧一下去年7月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記得去年7月 國民黨全代會是通過了侯友宜的提名 就在那個時間點 大概那個左右 結果呢 這個均嶼突然改名叫做時間 那你不大意 你改名就改名 可是問題是 他從接下來的三個月 分別拿了700萬 200萬 100萬 加起來三個月拿了1000萬元的 柯文哲的競選經費 這個就大家覺得有貓膩所在了 而且看起來 目前時間的帳目好像也不太清楚 尤其 大家從他官網上點進去 哇 比詐騙集團還簡陋 你知道嗎 詐騙集團網站上其實他很多很詳細的東西 甚至還會模仿什麼之類 可是這個時間點進去 哇 大家覺得好像只有單一頁面的感覺 而且很多東西也沒有說清楚 粉絲團抱歉了 只有幾個人點讚 只有四個人在追蹤 四個人在追蹤的一間公司 大家覺得很莫名其妙 那你這些公司 到底是何德何能 可以拿到1000萬的競選機費 這個是在大家現在要追的地方 好我們知道 今天牽扯到了 布涵被認為是 目可公司 或者現在講到的時間公司 山頭很多 對 每一個接觸 可以從這個 發包得標的 這些公司的背後 都有一座山頭 每一個山頭 都是柯文哲的親信 這邊對到誰了 剛剛我們講到是黃珊珊 現在是不是對到陳志涵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 粉絲頁面點進去 剛不是有四個粉絲嗎 其中一個叫Amanda Jan Amanda Jan點進去他是誰的好友 他是陳志涵的好友 所以現在市場貿易 他就去做連連看 說難道陳志涵跟這個 時間公司的情況 關係是有連結的嗎 所以今天陳志涵早上出來 開記者會 他說沒有啦 我根本沒有經手這件事情 我只是把他們公司 做的影片 把它上傳而已 但是裡面的人 他沒有認識 但問題來了 陳志涵他還沒有說 到底民眾黨 是跟誰 跟時間接觸 他這裡沒有講 所以背後是不是另有其人 向大家打上個非常大的問號 所以你看到 做假仗 中保私囊的爭議 前線作戰 柯文哲一個草灰搭 後院 誰在幫他到處點火 豬一般的隊友 頭號的豬隊友 陳佩琪啊 我說柯文哲現在最大問題 就是家裡有少管這些事情 包括他的媽媽 他的兒子 甚至他的老婆 最常每天三不五時 就在臉書上發文 結果呢 原本想要幫柯文哲 結果沒想到 反倒害了柯文哲一把 當時大家討論說 這個到底小草咖啡廳 這東西到底什麼東西 陳佩琪自己跳出來 說沒有啦 我是為了柯文哲 2028能夠選舉 選總統嘛 我幫他提前佈局 可是我現在怎麼樣 我現在還是聯合醫院的醫生 我現在是公務員 所以呢 我是找個人頭來掛名 總部設在哪裡不知道 那我就乾脆設在 這個民眾黨黨團總部好了 黨中央好了 可是現在問題就出來了 你被人家抓到之後 他說沒有啦 我都不知道這些東西 我通通不知道 那我現在認錯了 可不可以重新來判決我 所以現在問題回來了 這個陳佩琪在這個故事裡面 一直在扮演一個豬隊友角色 讓柯文哲的火越燒越旺 那更別談了 今天彭震生不是還被北京約談嗎 所以像柯文哲看起來 這個包括黨內 黨外 甚至家裡 哇三頭病燒啊 所以你說柯文哲接下來能不能躲過其他地方 我看接下來非常難 除非你大刀擴斧 先把家裡的家務室整理乾淨之後 再出來面對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發真相 我還沒聽說 我已經看不見了 你會不會說 你會不會說